大家好 我是张志善 我下个月吃那个泰湾 港点女王郑志善 在黑白大厨中爆红 现在更预告将在十一月访谈 而和她一样红翻天的 还有这道料理 在节目中让吃播主们 为之疯狂的麻辣奶油虾 郑志善最近也在个人频道 公开食谱教大家 而不止黑白大厨 要来台湾 日本职人及厨师也来台秀厨艺 一刀切开 蛋包内线如熔岩般流出 淋上独有的酱汁 招牌蛋包饭上桌 来自日本京都的主厨 姓村元吉被誉为蛋包饭之神 也有人称他为蛋包饭先人 而这软嫩的蛋包饭 也被日本网友称呼使神级美味 餐厅仅有十五个位子 一开放就秒杀 而这一次为活动来台 也透露料理蛋包饭的小诀窍 幸村元吉料理除了好吃还很好看 过程中会与顾客热情互动 回起过去曾有海外小粉丝 特别冒雨排了四个小时的队 只为吃他亲手做的蛋包饭 不仅哽咽 顾客反馈成为料理动力 幸存元吉来台快闪活动 也让台湾民众 轻堵大师宛如跳舞般的 华丽蛋包料理秀 三十五个小时都是很特别的 等 谢谢大家